近段时间,健康星期点一直在关注儿童肿瘤这个话题 鉴于越来越多的化儿父母选择海外求医 近日,主持人龙斌便亲赴美国,探访了多家医疗机构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 身后这栋漂亮的建筑叫Provirin质子治疗中心 这个质子治疗也就叫质子刀 它是针对癌症病人的一种放射治疗 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放疗 那么小朋友艾玛是今年三月份开始在这里进行放疗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做一次放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艾玛是一个颅内肿瘤患者 在接受了手术和化疗之后来到这里继续接受质子的治疗 每次质子治疗的时间只有一到两分钟 艾玛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安静地接受治疗 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想这个质子治疗原来是这么轻松 这么快捷 可能跟我一样之前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 这个对于癌症病人的放疗应该是有点紧张 甚至有点可怕的 但是这里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质子刀的治疗到底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Proton therapy allows u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radiation that the body will receive we reduce the amount of radiation by two or three times what would be delivered with conventional radiation so think about it conventional radiation radiates much more of the body than needs to be treated proton therapy is very selective we can treat just the cancer in a little bit around it but not widespread radiation we don't scatter radiation around the body the risk of secondary cancer can be reduced by half of what it would be with conventional radiation 质子刀治疗是美国人发明的 1990年是有了第一家商业使用的质子治疗中心 那么到现在已有25年的历史了 我们所在的这家Provirin质子治疗中心在全美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它是有很高兴的技术 它是在美国有两个医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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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治疗治疗专家和15位肿瘤内科专家联合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 质子刀治疗应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放射治疗了 尤其它在放疗过程中能够保护到重要的器官 所以对儿童肿瘤患者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看到很多患者和患者的患者 在患者中的患者中的患者中 最多是因为他们肯定的肯定是肯定的肯定 因为他们肯定是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而是非常重要的 要保护的肯定的肯定是最重要的肯定的肯定 所以我们想要减少的肯定的肯定 在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只要避免了肯定的肯定 而避免了很多肯定的肯定 例如心、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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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肯定的肯定 必须保护的肯定 八岁的中国小朋友Tina正在这里接受治疗 她是神经原性肿瘤 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希望能在这里 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一开始发病主要还是因为肚子痛 完全没有考虑到会在脊椎症 在背后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有一些经常性不正常的 莫名其妙的疼痛的话 应该及早做一些全面的检测 现在其实到美国之后 做的话完全没有动手术 直接用化疗的办法 那这肿瘤已经缩得很小了 缩到一定小的话就可以用那些放疗 放射性治疗 然后杀死这个肿瘤 针对我们女儿来说医生还是比较乐观的 她觉得她目前状况一切都蛮好 对于国内化儿的父母来说 具备赴美治疗条件的显然只是极少一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 国内的质子治疗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今年5月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正式投入运营 虽然目前该院尚不接收14岁以下的患者 但是随着国内质子治疗经验的不断累积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专门针对儿童的质子治疗 也将在国内投入运营